一群孕妇有说有笑地走进电梯 但没人注意到 电梯正在急速下降 还没等几个人反应过来 突然 几名孕妇因此受了伤 其他人想要求救 却发现根本没有信号 工作人员在外面插入钥匙 却发现门怎么也打不开 与此同时 电梯里的温度正在急剧上升 孕妇们开始逐渐呼吸困难 这时一个保安拿着斧头走了过来 他的妻子正困在里面 保安打算破门而入 但维修工根本不让 就在两个人争之间 另一个维修工却惊讶地发现 断掉电源的电梯正在飞速下降 于是保安们急忙赶往一楼 可打开门后 众人却惊呆了 只见怀胎未满十月的孕妇们 居然都生下了小孩 事后 大楼经理找了杰哥和阿伟修理电梯 可经过一番检查后 杰哥并没有发现异常 他们认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意外 然而到了晚上 一个盲人来乘坐电梯 打开电梯门 里面竟然是空的 旁边的导盲犬想要提醒主人 可盲人却没能理解 结果一脚踏空 他死死地抓住导盲犬不放 但由于力量实在是太过全熟 导盲犬最终也跟着吊了些卷 另一边两个保安发现异常 前来查看 等他们赶到后 发现了那只可怜的导盲犬 可就在保安看得出神时 电梯门突然夹住了他 保安拼命地挣扎 并让外面的同事使劲拉 可电梯门依旧纹丝不动 就在这时 电梯突然动了 保安最终领了盒饭 这件事很快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大楼经理迫于压力 又喊来了维修二人组 可不管他们怎么检查 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于是两个人提议 让电梯停运一周 顺便好好给他做个大保健 但这个提议 却被经理拒绝了 因为这个电梯 每天载个量的高达五万 如果停运 会带来巨大损失 没过多久 电梯又恢复了正常运营 然而就在开放当天 一群白领挤进电梯 可到了目标楼层 却发现电梯根本没停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电梯突然急速冲领 有人急忙按下了紧急制动 却根本没有反应 所有人被吓得惊慌失措 甚至还有个被吓尿的 在一阵尖叫声中 电梯底部突然断裂 十几个人就这样摔进了电梯井里 其他人拼命地抓住扶手 可还是有几个人掉了去血 幸存的几人垂死挣扎 可电梯依旧在急速上升 下一秒 电梯直接冲破了楼顶 原来这部电梯 已经不是第一次杀人了 这天两个精神小伙 在马路上玩轮滑 他们来到停车场 其中一个人被汽车撞倒 还没等他起身 门后的电梯突然打开 下一秒 小伙就被吸了进去 随后电梯急速上升 来到了86楼 哭吃一声 小伙被吐了出去 接着撞破钢化玻璃 从86楼筛到了地面 这件事很快登上了头版新闻 晚上 记者丽莎拿着监控录像带 找到杰哥 里面记载了事发的整个过程 让他们感到诡异的是 小伙从地下车库吸入 到86楼吐出 仅仅才用了两秒钟 如果按正常时间的话 应该是45秒左右 两个人当场断定 电梯一定有鬼 他们经过调查发现 电梯的设计者是一位科学家 他曾经研究过一种 可以产生自主意识的芯片 两个人怀疑 电梯被植入了这种芯片 随后杰哥把这个猜测 告诉了搭档阿伟 并打算消灭电梯里的芯片 可阿伟为了保护杰哥 竟然独自出发了 男人刚走进电梯 竟发现有血滴了下来 他抬头一看 男人被吓得屁滚尿流 而这个死去的人 正是杰哥的搭档阿伟 为了给他报仇 杰哥偷偷潜入电梯 打开备用电源 电梯缓缓上升 很快他就发现了一坛碾液 而碾液正是从一个箱子里滴下来的 杰哥撬开箱子 瞬间惊呆了 里面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心脏 怪不得电梯会产生自我意识 杰哥二话不说 拿刀狠狠地扎了下去 电梯触发防御系统 燃起了熊熊大火 他从顶部降落 想要砸死杰哥 好在杰哥一个翻身躲了过去 不甘心的电梯 又想带着杰哥冲顶 危急关头 杰哥及时挣脱 躲过了一截 随后他掰开电梯门爬了出去 接着他又扛来了一个火箭筒 刚要瞄准电梯心脏 突然一把手枪指向了他 来人正是设计电梯的科学家 杰哥可不挂着他 反手就甩掉手枪 扶了科学家 杰哥将起火箭筒叫开炮 可这时一群士兵赶到 趁丽莎不注意 科学家一把夺过手枪 并挟持了他 就在众人对峙时 电梯里突然伸出了几根触手 把科学家拖了进去 杰哥也被缠住 危急关头 丽莎临门一脚 杰哥顺势接过 扑枝一下 直接把心脏轰炸了 电梯恶魔终于被消灭 看完这部电影 你还敢坐电梯吗 我是不敢